坐在高雄百貨公司美食街滑手機 放大手機畫面檢查 就是這一個動作 讓在美食街吃東西的女學生 確定自己出現在別人的手機裡 遭到偷拍 回想起來還是覺得不舒服 事情發生在五月二十九號下午 一點半左右 女學生和朋友到百貨公司美食街逛街 購物用餐 疑似偷拍男子先續在周圍徘徊不去 讓女學生覺得怪怪的發現被拍 立刻向保全求助 警方到場確認 要求男子將手機裡的畫面刪除 經過檢視 警方要求男子把有疑慮的畫面 通通刪掉 女學生暫時不提告 現身提醒女性朋友逛百貨公司得隨時 當心 可能有不懷好意的手機鏡頭出沒 三地新聞章則如 翁玉文 高雄報導